眼前这美丽的王塔就是佛教重要文物之一 七宝阿育王塔 是大陆考古史上最重要的文物 造型最大 工艺精美 上头相有特色的宝石与雕刻相当的漂亮 在12月20号在史前馆举办了七宝瑞光 中国南方佛教艺术特展的开幕式 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姚安 与史前馆馆长张善南 共同揭开展旗的序幕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在领导们尤其要主任专业的加持之下 我个人就发觉 他们所挑选的文物 还有所责定的主题 还有所派遣的人员都是一人的 我们馆非常荣幸 可以跟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做第二年的合作 当然跟他感谢这一次 共襄盛举的博物馆 大包恩寺的时候 的地宫 大包恩寺有个地宫 结果他们在挖下去的时候 发现地宫里面 还有更古老的 彼宋时起的叫什么寺啊 常干寺 常干寺 大包恩寺 为了要考古大包恩寺 地宫发觉 彼宋时起的常干寺的地宫 竟然有这样的一尊 爱完他 我们史前博物馆 对这个展览的设计 非常的精彩 因为这是第二个展地 又是这句话 在佛光山展出了 是不是我们的设计 跟佛光山相比 又有自己的特色呢 希望大家到展厅去看 我刚从展厅出来 我很感慨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展地 都要展出自己的特色 把我们精彩的佛教文物当中的精髓 佛学精益 把我们精彩的那些文物的最光彩点 带给观众 美丽的舞蹈表演之后 带领大家进入了史前馆展厅 一起一探究竟 跨越1500年的佛教历史古物的时光隧道 展场设计相当特别 带领大家从江南园林要紧慢慢走进 佛寺建筑 一窥文物之美 这次最重要的七宝阿玉王塔 是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大陆展出 所以相当难得 另外还有菩萨与力士相等 特别将场景与时空融合 来让民众一览文物之美 佛族的加持力量 大家才有这种缘分 佛族他是三界天神师 四生六道的大慈父 所以众生应于在这个佛族的教导之下 都能够清静自己的自信 展览从12月20号到104年3月20号为止 欢迎大家踊跃参观 东南宣布政府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